哈囉,大家好,我是Cindy 繼上次推出GFRIEND版本的 你不能錯過的非主打歌之後 我那時候有設了一個小小的投票 那當時候的第一名高票就是TWICE TWICE其實我一直有默默在關注他們 雖然不是說真的非常瘋狂的Once 但是呢,其實我也是從他們16時期 就一直都有在follow他們 因為16是大概在2015年夏天的時候 播出的嘛,那他也是在produce101 造成轟動之前就播出的一個選秀節目 當時我還記得他的制度非常殘酷 他有分major跟minor嘛 如果是要交換順位的話 都是要從對方去摘下他們身上的項鍊 那我覺得就是當他的項鍊被摘下的時候 彷彿也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 我覺得在這麼多年齡這麼小的小女生之間 要做這麼殘酷的廝殺 真的是一件就是看了很心疼的一件事情 那他們就是16最後以九人姿態 出道變成twice的時候 twice這個團名 大家我想也知道他們的意義就是 在看他們的舞台的時候 你會耳朵先得到一重的享受 在你眼睛看的時候 又可以得到第二倍的享受 他們的問候語我覺得很特別 那他也說的好像是一然後零零然後一 百萬中選一的一個獨特的團體的意思 twice跟one是這樣子 偶像跟粉絲之間的名稱的連結性 我覺得也很有意思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馬上從第一張迷你專輯開始來看 我推薦的非主打歌是什麼吧 第一張迷你專輯他的主打歌是 Like Woo Ah 這張專輯裡面 他有比較多是16時期的歌曲 然後去重新錄製 這邊我要推薦給大家的非主打 Like 4 我其實一直覺得twice的慢歌很厲害 就是他們除了很會唱那種 就是比較洗腦比較可愛的歌曲之外 他們的抒情歌也是很抓耳 會把少女的情感發揮得淋漓盡致 愛上了某個人就變得很像傻瓜一樣 做出自己也沒有辦法理解的一些行為舉止 但其實他是認真的 這份感情也是真實的 第二張迷你專輯Page 2 讓他們瞬間更加爆紅的主打歌 Cheer Up 這張專輯我覺得他的整體的配色非常的可愛 歌也都還蠻好聽的 其中我很喜歡的一首歌叫做Touchdown 她的舞蹈表演我覺得很精彩很好看 像Cheer Up那樣子很抓耳的感覺之外 她又多了一種比較帥氣然後比較性感的氛圍 從這首歌開始我發現 TWICE他們有很多的歌曲都會跟數字有關 主打歌就是TT 這張專輯我喜歡的歌就跟數字有關喔 就叫做1-10 那她的意思就是說從1到10 我的心全部都是你把我的心意傳達給你這樣子 是一個很可愛很甜蜜的小情歌 那我特別特別喜歡她的一開始 應該是納蓮所演唱的這一段 就是她沒有直接的表達她的愛 但是從這樣一點點生活上面的一個小事件 就可以看得出她真的很在乎對方 那除了1-10之外 再來就是這首我覺得應該是在飯圈之中 應該很受歡迎的一首歌叫做1 in a Million 你不要感到懷疑 你就是萬中選一 你就是非常特別的一個存在 世界上獨一無二 然後遇到一些挫折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只要稍微的深呼吸 休息一下 然後再繼續往前 擁有滿滿的力量 然後滿滿的打氣的一首歌 迷你三級的改版 TWICE COSTAR LAND 2 她的主打歌是Nak Nak 這張的非主打歌我真的超級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很對我的胃 很適合在晚上睡前的時候聽 音樂 英文應該是叫Ice Cream 然後她的韓文名字是叫Nogayo 融化的意思 那我覺得就是TWICE她的歌 除了有一個特色就是跟數字很有關聯之外 再來就是她有很多都是情歌 這首歌也不例外 跟喜歡的人在一起的時間怎樣都不夠 那你比起會融化的冰淇淋更讓我覺得甜蜜 迷你四級SIGNAL 主打歌就是同名的SIGNAL 我最喜歡的歌叫做Someone Like Me 有一點鄉村的感覺 加入了很重的吉他的感覺 TWICE她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會加入一些比如說 alright或是twice 這樣子的口語聲 那會讓這首歌聽起來更有感覺 這首歌的歌詞其實也有跟數字有關 那除了以上這些迷你專輯之外呢 我還要特別講一首我很喜歡的 TWICE的Melody Project裡面 彩音所翻唱的這首歌 Alone 這首歌原本是由CHEES的主唱所唱的 我覺得彩音她把這首歌的感覺發揮得很好 搭配上她的那個MV 可以感受得到那種秋冬消色 然後自己一個人的感覺 就因為你們看什麼 之後他們都在一起 主唱唱的歌 一直在一起 好嗎 我還沒有空間 這裡 在一個好處 我還沒空間 在那邊 在那邊 我還沒有空間 我還沒空間 泥 它們在那邊 我只會看 在那邊 原始至於 但是 就是準備這個單元的時候 twice也發行了他們的最新專輯 主打歌Likey我覺得非常可愛 因為他們這次的主題就叫做twice the girl 所以他們的主打歌就直接說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按那個 左下角的那顆愛心嘛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一點點的諷刺意味 就是在諷刺現在很多人 就是都很執著於那個那個like這樣子 但是他是用一種比較歡樂的方式去呈現 無可否輪是我看完了那支MV 我就是很想按like你知道嗎 如果他是Instagram上面的一支影片的話 真的會馬上雙擊點愛心 中間又再像第一張專輯的主打歌一樣 就是加入了Momo的獨舞 多賢跟彩音這次的rap的部分也增加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歌就是很完整 然後就像他們說的是歷年最高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